金正恩最昂贵的十个消费 第一名差点掏空国库 众所周知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一直以他的铁腕手段 统治着这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家 然而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只能从新闻媒体 或者影视作品当中 窥见其生活的万分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具争议的领导人 许多人眼中说一不二的平壤帝王 他的奢靡生活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透 一起看一下 金正恩有史以来最昂贵的 十次夸张消费 第十名奢靡的后宫 说到奢侈 这可不仅仅是金正恩一个人的舞台 他的妻子李雪主 同样也出力不少 在近几年的重要国际会议上 我们也看到 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当然 每次都是身穿西式服饰 首化名牌配饰 比如他手上拿的这款迪奥包包 价格就高达1600美元 作为第一夫人的他 肯定也不只有这一款包包了 其他几款 据说也都值1500美元以上 他一个包包的价格 几乎就相当于朝鲜公民一年的工资 这样奢华的生活方式 也难免使他在人民当中并不受欢迎 然而你要知道 金正恩从来都不会只爱一个女人 有媒体曾经报道 自从他那同样腐败的祖父 金日成的时代以来 这个统治家族背后 就一直养着一群名为快乐小组的年轻女性 随时待命 这些漂亮的女性是从平民中精飘细选出来的 个个都是畅调俱佳 或者身怀绝技 特别懂得如何取悦最高领导人和他的同伴 虽然这乍听起来像是捏造的 但考虑到金正恩本人 就是他父亲众多情妇中的一个所生 所以一切就皆有可能了 很明显 要维持这样一个高调的后宫 背后的开销也是不容小觑的 据报道 仅在2016年 金正恩就花费超过350万美元 为他的后宫小组成员们购买内衣 而如果这个数据属实的话 那么这位年轻的统治者 毫无疑问是内衣品牌的最大赞助商 因为即使在西方 这个昂贵内衣品牌整家门店的库存 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数量 第九名 烧钱的爱好 在几乎所有的百万富翁家中 你都能在里头找到一个私人电影院 这没什么好稀奇的 但如果我说 这是个拥有一千个座位的私人电影院呢 试想一下 一个标准的电影院 大约只有二百个座位 这一千个座位的影院 需要配备什么尺寸的荧幕 其实 早在金正恩之前 他的父亲金正日就曾公开炫耀过 自己拥有超过三万部好莱坞大片的VHS和DVD 比如泰坦尼克号 决斗士 哥斯拉等 要知道 最新的DVD发行价高达20美元 这就意味着 光是他拥有的电影光盘 价值就超过60万美元 但我想 在这么多年以后的今天 尤其是金正恩接班后 这影片库里的资源 肯定是有增无减 毕竟 网飞等网络电影平台 在朝鲜是无法使用的 除了电影以外 金正恩对于篮球这项体育运动 也是非常喜爱 他实在是太喜欢看篮球比赛了 以至于可以在商议区核化协议的时候 要求美国派遣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来朝鲜 以此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而他本人却声称 这是为了正常化两国的关系 而就在2013年 美国哈林环球者篮球队 还真的到访朝鲜 并与朝鲜国家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 两队最终以110比110的平局结束 这场奇怪的篮球外交 虽然让金正恩在体育场上赚足了面子 但也帮助他挥霍了银行账户里的不少钱 试想一下 美国哈林环球者篮球队在美国的一次出场费用 是75000美元 但这个价格并不包括机票住宿以及演出费用 那么你认为 为了获得这场举世无双的比赛平局 金正恩又额外支付了多少钱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一起讨论 第八名不可思议的手表 曾有人研究了金正恩在不同场合当中的服饰搭配 发现他对瑞士名表 那叫一个情有独钟 就举个例子 他在观看导弹试验时 就带着一块价值近14000美元的IWC波尔图飞诺自动腕表 而在另一个导弹试射场合 他佩戴的是一块非常精致的摩帆托博物馆手表 在接管国家仅两年后 金正恩在手表上的消费几乎增加了四倍 从2013年的约55000美元 增加到2014年的超过23万美元 然而 到了2016年 朝鲜由于触发了联合国的制裁 瑞士政府停止了所有豪华手表对朝鲜的出口 但是 金正恩显然对这个禁令不以为然 2016年12月 他通过特殊渠道进口了大约100块全新的劳力士手表 作为他精英党员的礼物 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劳力士手表的售价在1万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 金正恩可能仅在这些礼物上就花费了超过100万美元 第七名 必不可少的豪车 相信大家对金正恩那辆 闪亮的梅塞德斯奔驰S600加长豪华轿车都不陌生 其实像这种顶级的梅塞德斯豪华轿车 在世界领导人的圈子当中非常受欢迎 因为他们不仅看起来很得体 而且他们还是防弹的 每辆要接近100万美元 但金正恩的身份比较特殊 十多年前 联合国由于朝鲜到处寻求核武器 而对其进口豪华商品实施了制裁 但显然 跟前面的手表一样 金正恩找到了方法来规避这些制裁 因为他通过特殊渠道进口的 可不仅仅只有一辆豪华轿车 据报道 他还拥有一个包含超过100辆豪华车的车队 根据海关数据和照片 这其中包括一辆价值16.2万美元的奥迪Q7 和一辆超过50万美元的装甲劳斯莱斯幽灵 而且他似乎还担心 别人不知道他也有豪车 那次拜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庞皮欧的时候 就是开的这辆劳斯莱斯 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凡尔赛吧 第六名海上乐园 金正恩出行的方式 除了飞机火车或豪车以外 还有游艇 2013年 金正恩和他的高级将领们在访问一个渔场战时 被发现从一艘30米长的游艇上下船 这可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游艇 它是被誉为海上宫殿的95MY游艇 它采用最新型的深V型船体 配备1800到2400马力的超强霜引擎 最高航速32至34节 是英国品牌公主号游艇家族的旗舰产品 环境设施上 配备相当大的沙龙餐厅区 一个完整的厨房 甚至还有四个卧室 官方售价700万美元 与此同时 金正恩还拥有公主号最新的98MY游艇 这款游艇卫士 全部由意大利首带品牌芬迪清理打造 被誉为公主号史上最奢华的游艇 价格高达8700万美元 而且由于亚洲并没有代理销售权 因此 在亚洲地区 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艘超级游艇 根据公开卫星图像显示 金正恩在朝鲜东部城市 湾山拥有大量的私人别墅 海滩和大型船港 他的船物里也不只有这两艘游艇 比如你看 这是金正恩的整整60米长的 多层泳池派对传 举目记者称 它里面有一个奥运会长度的游泳池 在最高端还有旋转的水滑梯 以及一个巨大的后台休息区 卫星数据显示 这个漂浮的游乐园经过多年的翻新 甚至在2018年 被发现在泰岛沿海漂浮了整整一个月 考虑到金正恩 有时会从媒体的聚光灯下 消失好几个月 这让人不禁想知道 他是在努力工作 还是根本就没在工作 第五名 药物研究 从前面的内容 我们知道 金正恩的生活中并不缺少女性 而生产出他继承人的压力 就落在他那宽阔的肩膀上 虽然有未经正式的传言说 他和李雪珠有三个孩子 其中可能有一个是南海 但这对于这位最高领导人来说 当然是远远不够 毕竟 金正恩也是他爸爸当年 在优秀的儿子们当中 精挑吸管出来的继承者 所以 金正恩也必须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继承人可以选择 根据一位朝鲜叛逃者的说法 金家拥有一个由全国顶级科学家组成的私人长寿中心 多达130人 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保证金家的健康 让他们尽可能地活得长久 这些科学家日以继夜的工作 从改进金正恩日常食用牛肉的嫩度 到复制领导人最喜欢的西方烟草品牌 工作范围可谓无所不包 不仅如此 这个中心还被要求 为最高领导人制作强力的洋药 这款药品的效果如何 我们暂且不知 但它夸张的原材料 绝对能震撼我们的双眼 比如 海豹和狮子等凶猛野兽的繁殖器官 而这研究的一切 没有人知道到底花费了多少钱 但按照国际市场行情 这种类型的高端科学家 平均年薪大约是8万美元 而这样的科学家 金正恩拥有超过130个 也就是说 在医疗保健上这件事上 光是给科学家们发工资 每年就至少要花费 1040万美元 而且只是为了一个家庭 如果再加上药物的原材料 这金额又会是怎样的天文数字呢 第四名 精致饮食 2019年 金正恩参加了河内峰会后 活动中的一位厨师 透露了关于这位领导人饮食的 劲爆消息 金正恩不仅带来了 他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 随行的还有大量的上好的鱼子酱 龙虾和牛和鹅肝 目测这些鹅肝每磅的价格 可以高达90美元 而高等级的和牛每磅的价格 可以达到200美元 至于鱼子酱和龙虾 你可能想着两种食材 朝鲜不是被制裁了禁止进口吗 哎 我都说累了 制裁对他金正恩来说有用吗 想吃的东西他总能找到渠道搞到手 2016年他还被报道过从意大利单独订购了价值近6万7千美元的昂贵奶酪 吃饱之后当然也要喝足 这位金总统在饮品上的花费也是毫不吝啬 仅在2016年他就被报道进口了近100万美元的优质巴西咖啡 但要知道当金正恩品尝着一杯杯高品质的咖啡时 也有50%的朝鲜农村人口甚至都没有饮用水 而且除了咖啡以外金正恩还喜欢酒 事实上他曾经声称自己在一晚上喝了10瓶法国著名的波尔多酒 考虑到高品质的波尔多酒每瓶可能超过1000美元 我希望那个价值1万美元的睡前酒真的能让他睡得香 尽管金正恩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好 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止他对美国养酒的热爱 虽然大部分高级的养酒都被认为是奢侈品 根据联合国的规定非法向朝鲜进口 但朝鲜永远能找到绕过法规的方法 据报道2017年金正恩花了超过3500万美元 非法进口高级养酒供他的精英同志们享用 第三名豪宅 很多世界领导人都有多处住所 比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想他在掌权的时候就不只有一个 也不只有两个 而是三个住所以及白宫 但与金正恩拥有的数量相比 仍然是小屋见大屋 毕竟金正恩的豪宅已经不能用几栋来形容 而是一座座数十万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和山庄园里 全部建在山水环绕 绿意盎然的山边或海边 地理位置极佳 其中龙城关底是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主要居所 里面不只拥有超豪华的室内设计 他也是世界上最防卫严密的豪宅之一 除了平常有所耳闻的安全机制 龙城关底的四周包围着电围栏 拥有全副武装的守卫 四处布满地雷 整个复合体占据了平壤郊区超过11.6平方公里的土地 里面甚至包括一个私人火车站 一个赛马场 三个人造火 但就在相隔不到32公里的地方 他还有另一座大庄园 被称为江东关底 那是金正恩的夏日避暑地 也是他仅次于龙城关底的第二大关底 该区域主要用于夏日度假 或高层内部聚会宴夜 这座关底也有三个巨大的人造湖 和一个私人火车站 还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和许多客房 在这个国家的东海岸 还有另一个更加豪华的庄园坐落在海边 这就是他在原山的关底 正如你所看到的 他比前面两个更加夸张 这个宏伟的复合体的庭院内 有十座独立的别墅 一个私人港口 一个篮球场 甚至一个剧院 再想想的至少 还拥有另外11处这样的住宅 光是建造和维护这些关底的费用 真是想都不敢想 第二名 私人飞机 金正恩拥有不止一架 而是两架私人飞机 他离开朝鲜的时候 一般会选他两架 一二六二M型飞机中的一架 这两架飞机都装饰着政府的VIP涂装 这两架飞机早在1963年就被设计出来了 它们是当时最大的喷气式客机 长度近53米 尽管这种苏联飞机在1995年已经停产 但这并没有阻止金正恩重新装修 这两架飞机供他个人使用 除了翻新之外 加上机库的修建和飞机维护 他们每架的花费可以高达5000万美元 当然如果要卷的话 这区区5000万美元跟美国新的空军一号飞机相比 并不算什么 美国的总统专机以及他们的机库和维护 耗资达到惊人的10亿美元 但是从罗斯福到特朗普 美国的20位总统在任期间 总共进行了765次国际旅行 这些总统专机一直都被频繁使用 但是自从金正恩在2011年掌权以来 一共只进行过9次出国访问 所以每架飞机5000万美元的维护成本 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第一名防弹火车 如果是要在国内出行 金氏王朝一支首选铁路 尤其是金正恩的父亲 金正日对飞行有着深深的恐惧 因此他在位期间建造了90节豪华火车车厢 满足他所有的长途旅行需求 这里面就包括了专门的餐车 巨大的会议车 几个酒吧 甚至还有可以提供从日本菜到法餐 任何菜系的厨房 毫无疑问 他的儿子继承了他 并且还用国家的经费 对这列火车翻新了一遍 现在 这列火车搭载的是柔软的粉色皮质座椅 它附近的旧汇议车厢 已经用现代化的白色箱板装饰了起来 而且每个车厢都是完全防弹的 然而 这些改装让车厢重了好几千磅 相当于在原来的基础上 增加了足足21节车厢的重量 这也让这列火车的速度大打折扣 最高速度只能去到59.5公里每小时 就这么一个滚动的巨瘦 会花费多少钱呢 单个标准的火车车厢的建造成本 要超过150万美元 考虑到金正恩 有90辆定制的装甲车厢可供使用 那他的火车价值很可能超过1.35亿美元 而且除了火车本身之外 全国还有大约20个火车站点 仅供最高领导人的火车使用 如果他打算进一步拉低朝鲜的经济 那他肯定绝对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第零名 核武器 据朝鲜官方媒体披露 朝鲜目前已经拥有60枚核弹 比如源自苏联的飞毛腿系列导弹 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朝鲜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 国产的进程弹道导弹 卢洞则是朝鲜在飞毛腿系列基础上 开发的中程导弹 最大射程位1000到1300公里 据说能达到日本东京 而在2012年4月15日的阅兵式中 朝鲜的无水端导弹公开亮相 外界根据影像资料推测认为 该型导弹弹长约12米 最大射程可达3000到5000公里 也就是说 其打击范围理论上可达到美国的夏威夷 朝鲜的另一种KN08型远程弹道导弹 也曾经亮相 金正恩曾表示 朝鲜的最终的目标 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力量 据专家分析 朝鲜导弹部队确实能够对驻韩 驻日的美军构成威胁 估计之前披露的32亿核武投入 仅仅只是迷惑媒体的烟雾弹 因为金正恩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就算给朝鲜1万亿美元 甚至是10万亿美元 朝鲜也不会放弃核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 11个金正恩最贵消费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